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7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第1个叫中共第3个历史决议与习近平的连任 第2个讲中秋,中秋全国跨省又恢复 疫情怎么办 那么我们先讲第2个,然后再讲第1个,因为第1个比较长 我可能后面会 时间会拖得长一点,所以我们留下时间给第1个来讲 先把第2个讲掉 那么中秋节快到,还有两个星期就中秋节 那么今年的安排是这样 国务院公布的假期安排,中秋节放假三天 9月19号到21号 然后是国庆节,国庆节是10月1号到10月7号 七天,中秋节两天 加在一起总共有10天假期,连续下来就是10天假期 那么这个10天假期大家 五一节其实人多,但是 并不是太多 但是连续的两个假期下来呢 这我们就担心什么,担心疫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讲这个 国家卫健委9月7号公布,截止9月6号全国高风险地区清零 所有的高风险全部拿下 然后中风险,中度风险地区下降到3个 然后呢9号呢新增36个缺诊病例全部是输入型 就看上去呢好像这个疫情 放缓 然后呢各个省开始恢复这个 旅游团,旅游团还有就是 恢复那种这个 机票加酒店的这个业务,之前已经停掉了,很多省都停掉 就是 指定机票加酒店,那么现在停掉,那么现在都恢复了 福建省8月14号 恢复 跨省旅游业务 海南8月19号恢复 恢复旅游团 再恢复这个机票加酒店的业务 长沙,湖南长沙8月25号恢复这个跨省游 广东省是8月25号恢复这个跨省游 那么协城9月7号公布 秋油和中秋预测数据报告 那么9月6号 预定这个 预定这个旅游订单 比8月20号增长了3.5倍 那么中秋节最热门的前10个城市 北京上海,这不用说了,北京上海,广州,杭州 成都,三亚,深圳,重庆 珠海,武汉 那么10个 那么旅游团很受欢迎 这个 这个四川,四川旅游订单增长了5倍 8月22号增长了5倍 那么比8月22号增长了5倍,厦门 厦门这个旅游团 增长了3倍 然后海南增长了3倍 长沙增长了1.24倍 那么 9月20号北京开幕的这个 环球影城 带动了北京的这个热度 那么 预定北京中秋节度假产品的这个人次 比8月20号增长增加了8倍 那么这个 这个环球 环球度假村 抬高了这个机票的价格 大概是这样,另外一个就去哪儿,去哪儿的数据是这样 中秋节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量超过了 上周同期的11倍 然后环球度假村周边酒店 搜索热度 比上一周 增长了10倍 其他大型主题游乐场 游乐场成为这个中秋节的旅游热点 一个是广州长龙 广州长龙一直是排很前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海迪士尼 故宫 上海 海昌海洋公园 这个我不知道 然后就是音乐节 9月10月份的音乐节都上来 一个是草莓音乐节 西安站 10月2号两天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非洲,非洲9月7号宣布 这个延后 因为疫情延期的这个大漠赫兹音乐节 9月19号到9月20号在这个撒泊投举行 然后这个 国家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统计 今年五一黄金周 是2.3亿人外出旅游 那么 五一节之后,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今年上半年 中国的疫情基本上是控制住的 基本上是控制住的 那么没有大规模爆发 真正的大规模爆发全是下半年 那么一个是广州,广州是5月20号 开始 所以广州当时 广州当时就是 郭姓妇人,郭姓奶奶 这个感染 感染了这个印度变猪 变种猪 然后就开始,但是源头到现在还没有查明 就是这个郭姓的 郭姓的老奶奶 他到底是谁传播给他的,不知道 但是他是目前知道的源头 然后他就一连串的喝茶串门,然后 引发了169个人感染 然后广州就开始封城 就是5月20号开始 这就是五一黄金周之后 然后到了7月份就是南京 南京,然后就是 然后后来就南京 到了张家界,其实南京传播到张家界 张家界就成为另外一个 那个爆发点 所以你看下半年的持续的爆发跟什么有关系 跟五一黄金周是有关联的 虽然 每一次疫情的爆发 都说是 输入型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病毒已经在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都已经在社区里面呆着 只要有条件 条件符合 他就会传染给人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 不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问题,是所有的疫情都是这样 除非你建立了群体免疫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 国产疫苗无效,它不能提供保护 不能提供这个 感染的保护 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国家卫健委的这个专家自己讲 就是你打了疫苗还会被传染 而且你打了疫苗,你感染之后 你可能还没有症状,这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马上就 一个是中秋节三天假期 然后就是国庆节 就是七天假期 国庆节七天,两个加在一起总共有十天假期 十天假期全中国人都憋着 在这两个假期出去好好的玩一下 那我们就想起这个五一黄金周的这个情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9月7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 那么卫健委的发言人米峰 说了几点 第1个 截止9月6号 全国接种疫苗21亿 1300万 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 是9亿6900万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按照14亿人口来计算的话 完成接种率是68% 比想象的低 那么离这个10月底完成11亿的接种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11亿 现在也就是说 还有 2亿多 1亿多,1亿5000万 那么记者问他怎么看这个中秋和国庆黄金周 然后这个CDC疾控中心的首席专家 他这么说,他说 如果中高风险地区就不能前往 那么如果是,如果自己在中高地区也不能出行 那如果你按照这么说的话,实际上现在 现在高风险区已经清零 中只有三,那其实讲这话没有太大意义 那他讲的是什么,就做好个人防护,带口罩,勤洗手,保持手部卫生,保持社交距离 这个没有意义 你看一下五一黄金周 这是不可能的 完全不可能 戴口罩更不可能 然后对于聚集和聚会我们不提倡 尤其不允许大规模的聚集 音乐节 那音乐节要举行 他说不允许大规模 然后及时采取措施 所以你看他讲的这个话,其实 他讲的所有的 要求 其实在五一黄金周已经看得很清楚 是不存在 也就是说这个隐患是非常巨大 那么这个 疾控局的副局长吴良勇,他说了几点 他第1个,对个别地区未接种 疫苗的人群不允许进入超市医院车站等重点公众场所 与学生 拒绝入校等情况,还有个别地区存在 由单位组织人员到外地接种 他说这种做法违背了接种的原则,给群众造成了不变 要求各地对这种现象予以纠正 我还是那句话 国家卫健委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去认真的执行这个政策 那么现在疫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跑出来讲 就是 非常 滑头,是一个滑头的作为 那么还有,卫健委将指导各地,用好二马联查的措施 坚决杜绝 将二马联查和强制性 接种捆绑 坚决拒绝 杜绝 怎么杜绝 你有什么措施杜绝 各地都在这么干 各地都在这么干 好像他不知道似的 装算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 简单的把这个 把这个黄金周即将到来 然后对疫情会有影响,这个影响我觉得 可大可小 如果要爆发,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中国的疫苗接种有一定的欺骗性 就是说 打完这个疫苗,大家会觉得我受到保护 但是实际上这个疫苗又没有保护能力 那么对疫情的控制有巨大的风险 而各地在 特别是旅游区 在这个疫情防控的问题上 我不觉得他们是意愿的问题 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第一没有能力 第二没有意识 第三没有组织保障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但是你不开放又不可能 为什么 现在旅游行业也是很惨 难得下半年有一个 这样的黄金周给他们 喘口气 而且你现在不让他们出去,现在 你都已经清零了,高风险都清零了 所以现在讲不过去,所以现在我们就 我们就观察一下 这个黄金周之后 大家要小心 但是我还是呼吁大家 黄金周尽量不要出门 风险太大 因为疫苗没有保护性,所以实际上 这种风险是巨大的 所以我劝大家 我们的网友还是在家待着吧 你要知道 5亿黄金周2.3亿 不算多 但是 但是 但是这个 国庆黄金周那就不是 极异的问题 所以大家小心 我们讲讲第2个,第2个今天的重点 重点讲那个 第3个历史决议 文件 第3个历史决议文件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先由头开始讲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号举行了每个月的例会 中央政治局每个月 都会开一个例会,通常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 那么8月31号开的是8月份的例会 这个例会决定了11月份在北京召开 19届六中全会 那么通常的六中全会,每一届的六中全会 都是这一届 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次 中全会 就是 中全会讲的是中央委员一起开个会 中央委员的基本上是 中共的一个 最重要的决策机构 就是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所有的 所有的决议通常都是在中央委员会做出去 决定 中央委员会做出最重要的决定 中全会,我们都叫 中全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 会议 那么通常的六中全会 就会制定下一届 全国代表大会 的人事安排 所以六中全会通常比较重要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就决定说今年11月份 开什么呢,开六中全会 那么而且 这次这个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次六中全会有两个内容 第1个内容 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这是第1个内容,第2个内容 重点研究全面总结中共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问题 就两个问题 那么后面这个问题就全可点 然后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最近就 海外有一些媒体就跑出来,突然就跑出来说 说这次六中全会跟以往有不同 说这次六中全会 会形成中共的第3个历史决议 或者叫第3个历史文件 这些海外媒体就最近就有几个海外媒体跑出来讲这个事情 这几个海外媒体有个共性 共同特征 支持习近平 支持习近平 海外大外宣其实有一点 有点特点 有点特点就是 有些呢 是笼统性的 就是 支持中国 这是买通的一种大外宣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是自干五性质的大外宣 就是主动向组织靠拢 靠谁靠拢呢,主要是靠 往这个习近平那靠 就支持习近平 所以 这个调子是支持习近平的这些 这些红媒跑出来讲 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多维了 多维 他是这么说 他说 接近北京高层熟知中国政治的有关人事指出 这是一个重大政治信号 然后意味着自毛泽东、邓小平以来 第3个历史决议呼之欲出 好像这个马上就要发生一样 然后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 三分 三分断代的概念写入中共历史 就是 三个历史伟人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先讲讲这个两个 之前不是第3个历史决议吗,那前面两个历史决议是什么 前面两个第1个历史决议是1945年 也是六届 六届七中全会 通过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延安整风 大家知道延安整风很重要 对谁很重要,对毛泽东很重要 那么延安整风是1942年秋天 开始 那么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 整风其实是什么 整风就是清洗 清洗 就是开批斗会 洗澡 就是自我检查,然后别人揭发问题 非常残酷 那么到了第2年 43年的3月 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 党的主席 那么他就开始登上了中共的 最高领导的位置 43年的3月 政局扩大会议 然后 毛泽东开始就 说我们要检讨 28年以来 中共党史 尤其是针对国际派 谁是国际派,当然是王明啊 王明周恩来都是国际派 包括陈毅啊 彭德怀都属于国际派 认错,要认错,要承认错误等等 到了44年的5月21号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 召开第1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 工作报告,然后提出 处理党的历史问题的6条原则和指导性意见 当一个中共的领导 他确立了他的位置之后 他就要开始重写历史 这就是 就是想当皇帝人都差不多是这么干的 然后呢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呢 任毕师主持,然后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文天 彭真,高岗 博古 参加的一个叫 历史问题决议委员会 然后就以这个他写的这个历史问题的草案为蓝本,毛泽东的指示为蓝本 起草这个决议 然后到了4月20号,45年的4月20号 第8次会议 就是六届七中全会的第8次会议 通过了什么 通过了这个决议 这个决议就是两样内容 第1样内容清算 清算从王明开始 从这个陈独秀 陈独秀是 定义是右倾机会主义 然后瞿秋白,李立山,左倾盲动主义 王明的教条主义 然后就清算,清算他前面不喜欢的人 然后第2,就是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 然后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在这 这次会议上确立起来的 所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原于什么 原于四五年的 四五年的这个决议 所以很重要,这个决议非常重要 对中共党史来说很重要 这是第1个历史决议 这第1个历史决议决定了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决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的地位 这是第1个,第2个 第2个历史决议是1981年 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那么这个决议呢 其实讲的就是两点 第1点 中共建政 一直到1981年 包括反右,包括大跃进 包括文革,这一系列 这个历史事件进行总结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评价毛泽东 那么 这个决议谁主持的,邓小平主持的 邓小平主持这个决议 邓小平毫不犹豫否定了文革 彻底否定了文革 彻底否定 就是 文革的定义是一场由领导者 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 令乱 文革的定义 对毛泽东评价他就很小心 说毛泽东终究是一个伟大的五彩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就其一声而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他的功绩是第1位,错误是第2位 邓小平 对他本人的 评价就是 七三开 功劳七错误三 为什么邓小平 彻底否定文革,但是 又给毛泽东七三开呢 当然是因为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如果否定了毛,中共 就没有合法性 他自己的 地位也没有合法性 所以 不管毛泽东有多 犯了什么样的问题 都要保护他 保住他的位置 这就是邓小平当时 给毛泽东这个评价的原因 这是第1个 就是评价 中共建政到当时到1981年 若干的历史事件的 这个定性 然后是评价毛泽东 然后第2个,结束 以阶级斗争为刚的政治路线 然后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所以中国有今天 的成果 源自于 这个文件 这是第2个历史文件 为什么要搞第3个历史文件呢 多伟是这么说,他说 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 从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变局和中共面临的历史 任务出发 提出了首先提出了毛邓习断代概念 他认为习近平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他还说这种认识在过去10年成为观察中国 政治演变的坐标 绝大多数研究中国政治的智库和学者接受了这个观点 这很扯屁 非常扯屁 很勉强嘛,这什么鬼 然后他说 习近平在2016年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被确立为 新一代领导核心 进而在2017年的19大提出了新时代这个概念 毛邓习断代正式写入中共党的文件 没有这样的断代 没有这么断代 这很扯屁 那么他说可以预见中共第3个历史决议将 必将对历史上众多有争议的事件进行定性 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反右 大跃进文革以及六四事件 这个很奇怪,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呢 其实呢第2个历史文件就是1981年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 其实对反右大跃进文革都已经做了结论,没有争议 你看他开始讲他有争议了 只有六四是后来发生 所以呢他说 在习近平立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背景下,中共如何定义这些事件值得关注 然后这个历史决议也将是中共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后 正式在中共官方历史决议中确立习近平的 时代标志 这是多维使劲地拍 拍习近平的马屁 然后呢他把多维是这样解释 所谓的第3个历史文件和习近平连任的关系 他说 2021年是中共第1个百年终局之年 第2个百年的开局之年 那么在这一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并且开始向习近平 在19大制定的世纪目标发力 这是第1个 他说的第1个 这很扯臂 那么在中共两个百年交汇之际 总结过去100年取得的经验教训 对明年20大进一步巩固习近平连任后的核心地位 对实现第2个百年的目标的意义显而易见 当然这没有逻辑 就是墙安在一起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很简单 中共要执政到100年 那么就要让习近平连任 做法就是通过第3个历史文件 第3个历史文件要重新梳理中共党史 确立习近平的历史地位 我们来讲一下 讲两点 习近平的做法非常危险 赌注也很高 而且我认为胜率不高 为什么 第1个 我们先讲讲 所谓的第3个历史决议的可能性,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可能性非常高 为什么 用第3个历史决议来帮助,当然显然要搞第3个历史决议肯定 首先是习近平要想连任 当然用这个第3个历史决议来帮助他连任 这个招很高 力度很大 因为你想一下历史决议呀 高度很高,相当高 如果能够成立的话,这个历史决议能够成立的话 那习近平连任水到虚程 顺理成章 这是第1条,所以 我相信 可能性非常高 像多维这几家跑出来喊 就是他们是在干这个事情 他们肯定是在干这个事情 让他们来放风 而且不仅仅是放风,而是造舆论 这是第1个 第2个 搞第3个历史决议呢,这个模式呢 符合习近平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他就是模仿毛泽东嘛 毛泽东搞这个,你看毛泽东搞这个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一上来,刮得大家东倒西歪 每个人都人人自危的时候 我们来谈谈历史吧 把历史重新写一遍 按照我想要的历史 写一遍,把我变成 光辉照耀 光芒四射 重构历史,重构历史是从毛泽东开始 就是他一掌权,他就重构历史 重新书写历史 重新书写历史 确保 他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 必然性 他就是这种做法 习近平是模仿他 模仿他,当然这里面是个 这是第一点,所以我判断这个 习近平应该在干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帮助他连任的力度很大 这是第一,第二个 这绝对是超高风险的操作 那么多维这些习派马仔 在阐述整个过程当中 他们都没有讲一样东西 历史决议是什么 你想一下,历史决议嘛,那你肯定要把 历史事件 要讲一遍 那你想想看 邓小平的第2个历史决议 讲到1981年 讲到1981年,讲到1981年就是说文革之前全部讲一遍 对吧 那剩下的就是 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那实际上呢 你剩下的事情没有争议啊 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没有争议啊 有争议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事情,而这个有争议的事情在 81年的这个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做出历史决议 那习近平想干嘛 那习近平 习近平想干一件事情 他要重告中共党史 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那个毛泽东 你前面你说的事都不算 包括 邓小平的说的 这个十一届六中全会 的历史决议不算,我重新要重构 怎么重构法呢 那我们要看一下 习近平的中共的 习近平版的中共党史 是怎么样 那么我们就看看今年,今年其实在2月20号 中共就推动了一个学习党史的运动 2月20号召开这个动员大会 习近平就 这场党史学习运动一直持续到 要持续到今年的10月份到年底 就是先是党内学 党内学半年 学到8月份 刚刚结束 然后9月份开始 90月份开始往后推 往全国推 延伸到全国的 内容重点是什么 党史是 党史 学党史学什么 当然就是学一本书啊 这本书叫什么 这本书叫 中国共产党检史 2021年版 这本书是 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由中宣部组织 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写 配合党史学习 教材 就是指定这个拿来做教材 然后今年2月份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联合出版 这本书是什么 这本书就是习近平版的 历史 历史决议 的 蓝本 他怎么说呢 看一下 他怎么去描述 中共建政 到 这个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的历史,这段时间的历史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 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邓小平版的历史决议 这是第2个历史决议 他这么概括 他说 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 sorry sorry 是党带领全国各种人民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积极探索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伟大建设 成就的27年 尽管这一时期充满艰难曲折 甚至遇到重大挫折 但总体上是在探索中前进 在曲折中发展 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 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历史性的 巨大进展 逐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 积极成果 创造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国际和平环境 为新的历史实际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理论准备 和物质基础 这段时间27年,包括十年文革 包括大跃进 包括反右 他的概括是这么个概括 这个概括是什么意思 这概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就直接全面否定了 邓小平他们11届 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 就是第2个历史决议全面否定 也就是说他肯定了 包括 文革 包括反右 包括这个大跃进在内的这一系列 方针政策 肯定了这些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本 中国共产党简史 不是党的决议 对吗 这是中宣部组织 组织的 然后这个中宣部搞出来的这本书 中宣部不是党的决议 他是党的机构 他没有权利制定一个这样的决议 但是 他出的这本书 成为全党的学习材料 你既然不是党的决议你怎么可以拿来做 作为党的学习材料党的学习材料应该 应该按照党的决议 制定的学习材料 你现在你这个学习材料 完全否定了 邓小平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党的决议 能这么干吗 当然不可以 这违反组织纪律 但是 习近平这么干了 显然 如果他要搞第三个决议历史决议 那就是要把 第2个决议否定掉 否则搞这个干什么 那从操作的角度来说 有实现的可能性 为什么 人头多 习近平他的人头都在 从中委 到政治局到常委习近平人头多 政治局这个 从操作层面这个有可实现性 有可实现性 但是 要用一个新的历史决议 去否定第2个 邓小平的历史决议 就是另外一个层面 这不是技术问题 这是政治问题 当然我相信 对习近平来说 他可能自信性爆棚 因为 他控盘 从中委 到政治局 到常委他全部控盘 他觉得他是可以 否则他不会做这些事情 他觉得他控盘但是 这件事情是个政治问题 这不是个技术问题 所以呢 第2点我认为 习近平要重构历史 重构中共党史 将会遇到 江派 胡派 乃至整个的元老城 权力反对 为什么 三点 第1点 邓小平他们搞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的历史决议 否定文革 否定反右 否定大跃进 这是什么 这有两个共识 第1个是中共党内共识 第2个是全国人民的共识 因为这些事情 中共做的这些事情 霍国阳明 包括他们自己 所以 这是中共党内的共识 也是全国人民的共识 而且 这个符合历史事实 就是这些事情 霍国阳明 这是第1条 第2条 用第1个新的历史决议否定 第2个历史决议 等于什么呢 你等于把 从江泽民开始 其实不止今天是江泽民开始 就是从这个 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开始 改革开放到现在所有的成绩 历史地位全部都否定掉 那么 胡跟赵紫阳已经成为历史那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 你可以忽略它 但是 江泽民跟胡锦涛 他们还在 他们整个派系都还在 还有中共元老也还在 大家现在 现在还活着的中共元老 都是支持 邓小平的 这个改革开放的政策 你否定第2个历史文件 你就等于否定什么 你也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 这是第2个 所以 他为什么会有问题的 第2我觉得这个在政治上是不成立的 在政治上是不成立的 他会遇到 中共党内的巨大的阻力 这是第2条 第3条 这就是历史倒车 开历史倒车 你说很多地方你悄悄地干 你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要变成党的决议 你悄悄地干 你比如说搞一个 中国共产党简史 把你的那些私货用非正式的方式 其实是非正式的方式 放进去 技术上可能能够操作 也能实现 但是你要变成党的决议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历史倒车 那是有历史地位的 这个历史倒车太惊悚 那肯定 这等于是把中共的基本盘给翻掉 中共的基本盘是什么 中共的基本盘 你就是要 邓小平讲得很清楚 你不改革开放 你不改善人民生活 你就死路一条 这中共的基本盘 你把他那个否定掉 你等于否定了中共的基本盘 那这个问题 当然在技术上还能够实现 但是在政治上他肯定会有问题 所以我举个例子 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温家宝的例子 温家宝在最后一次记者会上他讲了一段话 这段话不断的被重复 我再重复一遍 他在最后的一场记者会上最后一段话 他这么说 他说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了改革和建设成果 还可能得而复失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家宝的这番话等于 预言了今天中国的局面 然后 今年三月份 出现出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温家宝在澳门的一份报纸 叫澳门倒报 写了一篇文章 纪念他的母亲 这件事情 文章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件事情 这是什么 这是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对现实不满意 你可以看到 温家宝对文革的态度 对习的态度 然后最近发生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8月30号路透社报道 说银保监会在调查 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做过两件事 一个就是他对华夏幸福的投资 华夏幸福是房地产公司 一家房地产企业 他原来是借钱给他 结果他要破产 那怎么办 债转股 变成对他的投资 结果他没办法 他破产 华夏幸福可能会破产 于是他就做了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一出来他本预 盈利就大幅下跌 然后今年2月份 银保监会还要求 平安停止出售和 地产有关的理财产品 这是第一件事 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背后是谁 温家宝 就是银保监会动中国平安了 中国平安以前也没人敢动 没人敢动 那现在银保监会动的 动他说明什么 当然是动给文家宝看 这是第一件事 第2件事 这个星期有一本新书要出版 这本新书叫红色轮盘 这个从这个FT 叫什么 FT叫这个 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到华尔街日报都在报道这本书 这本书讲的是 作者是谁 作者叫沈栋 沈栋的前妻叫 段伟红 段伟红跟谁呢 跟温家宝的太太关系非常密切 然后段伟红是2017年的9月5号失踪 什么叫失踪 就是给抓起来 就抓起来 抓起来之前孙政才被抓 孙政才一个半月之前被抓 然后一个半月之后这个 这个 这个段伟红被抓 段伟红跟温家宝的太太 张贝丽关系 张贝丽是以这个翡翠行业出名 这两件事情都跟温家宝有关 不是无缘无故的 一定是有原因的 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在六中全会之前 一系列激烈的权力斗争 这是第2点 第3点 我认为 习近平的做法未必能够成功 用历史决议 来带动他的连任 可能他光谈连任的问题可能还好一点 虽然 中共元老虽不满意 破坏了这个 这个权力交接的模式 但是至少他还能接受 至少能够接受什么 接受 他整个的录像 但是 习近平要重新写 历史决议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在中共党内 中共党内未必过得去 当然从技术层面 就是他控盘 技术层面的控盘 人事控盘 那么重要的岗位他都控盘 但是在政治层面 他的力量单薄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倒行逆施的成功总是短暂 所有的历史都证明这一点 这是第1个 第2的 中共的元老的影响力还是很大 不能忽略 所以我认为 习近平的 这个行动 风险极大 胜率并不高 这就是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第3个历史决议 跟习近平的连任 我们现在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鸣谢 我再提醒大家 请大家关注我的 这个推特号跟脸书号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互动 那么经常有网友收不到这个 互动的通知 系统通知 那你关注我的脸书号跟这个 推特号的话 我会在直播开始前的10分钟 把链接发上去 你点链接就可以进入 节目 提醒大家 观点 王老师讲到CCP政策无理性的行为 当年一尊说过 治大国如烹小仙 仿佛他就是中医的信徒 后来真的碰到问题 他们就直接抄家伙开治 别说中医的方法 实际上是法医 OK 好吧 情绪 现在来否决过去的决议 难道没想过后人也可能推翻现在的决议吗 还是说 他们脑子里都是想着我死后哪怕 洪水滔天 大家很喜欢用这句话 当然 你看一下 中共的领导人都是这样 毛泽东在的时候 你看 想怎么通过什么决议都行 等他死了以后 邓小平就给他推翻 邓小平死了以后 习近平再把他给推翻 这个不意外 这个老实说也不意外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邓小平当时推翻毛的那个决议呢 毛的这个做法 一系列的做法 大概是明星所向吧 对吧 大概是明星 大家都已经快饿死了 活不下去了 把这个阶级斗争为钢 这个推翻掉 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基本上是明星所向 这个我觉得 是没有疑问 你现在习近平在把邓的决议给推翻 讲文革是艰难探索 这是什么 我觉得这不是明星所向 这不符合中共党内的共识 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共识 这是什么 这是开历史倒车吧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习近平他怎么能 他能不能做成 他可能会做成 但是他做成的可能性并不高 我认为 因为他要把这个动作做完 他会得到一些他的马仔的支持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反对 我认为是这样 观点 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饿死人 饿死人的事情还能 归结为体制问题 恶心的是天天反日 放康日电视 说南京大屠杀 但解放战争时期 沈阳战役 一场死的人就超过南京大屠杀30万 国内教科书对于这种动辄几十万 奸敌的情景还很自豪 观点 目前国内的反日洗脑 让很多人都混淆了反日 反日本军国主义和反日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今日的日本跟当年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很不同 日本在二战后 还是有很多文明和进步值得多国学习 单单日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 就值得 中国望尘莫及和急起直追 提问 请问王老师 习为什么热衷给文革翻案 他父亲被文革整得那么惨 真是令人费解 他为什么愿意 喜欢给他翻案 我觉得有一系列的精神层面的问题 政治层面的问题 毛在文革当中 他的地位 没有人可以挑战 对吗 他也 搞一场文革 他也可以这样 有这种想法吗 我觉得也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父亲整得那么惨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应该反对 反对所有毛的干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 所以他是从什么 他从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 而不是从他的 从他的这种 父亲被整 他在文革也很惨 他在文革没过好 至少下放了 原来公子哥在城市里不挺好 所以他还是从政治利益的出发 看文革 情绪 习上台的时候 据说发誓不做亡国之军 我当时奇怪 太平世界怎么就亡国之军 现在明白了 情况 作为墙内的医务工作者 在疫情缓解的当下 我们被 被自愿学习 十四五大战略和2035远景 还要花钱买课程 提问 党思想党课程 习语录等课程进入各个单位 简直无孔不入 让非党员和懵懂无知的孩子亲和以堪 观点 一个人的认知应该是有连续性 就算年轻的时候没读过书 至少习在各个地方当过很长时间的领导 现在做的事情几乎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感觉换了一张人皮 如果习像月王勾剑那样的人格 非常会隐忍 那将是件非常恐怖的事 观点 习的决议不是打算开倒车 而是 淡化粉饰过去的错误 对中共洗脑工程有利 很有可能得到党内大多数支持 不是的 我刚才念的那段话不是淡化的问题 是否定的问题 淡化和装饰呢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知道 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很清晰的写了几件事情 一个是反右 一个是大跃进 还有一个就是文革 文革写的 最具体最清晰 就是这是错误 这是一场灾难 你怎么问 你怎么粉饰 没办法粉饰 要么就是对 要么就是错 哪有粉饰的 而且你看看我刚才念的那段概括 那段概括很清楚的 27年建国到文革结束27年 是好的 对吧 我不相信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情况 今天本来有个热搜 2月份有个职校学生被派到工厂做工 因疲劳操作被压断两个手指 到9月份才爆出来 结果热搜了一下马上被撤掉 这跟我们上次的那个一样了 自杀的一样了 结果热搜了一下马上被撤掉 中共解决问题的方法依旧是解决提问题的人 就这样还有脸喊共同富裕 观点 从习定于一尊开始 其实 CCP这种专制体制已经开始走道 在走道退路 所有人都在变奴才而不自知 观点 个人观点 灭法收集大权 是到死也不会放 所有举动都是为了个人利益的稳固 文革连周恩来都会被整 没有比这个稳固的个人政权更有效 可能灭霸想搞家族连任 情况 市政府外事负责人曾经到 当地学校进行培训 他说 我们对外的一致口径是 欢迎外国媒体到校采访 但是学校一定要自己找理由与拒绝 什么理由都可以 但不能说上级不允许来 而且培训只是口头 不会给大家发文件 所以卫健委对外的口径和他们私下打电话 通知地方的内容肯定不一样 这个我们知道 情况 坐标 坐标新加坡 母亲让我把在国外打疫苗的证明发给她 说村委会在挨家挨户查打疫苗的情况 我虽在国外 也属于村里人 也必须发凭证 不知道村里的意图 正在考虑要不要发过去 希望华老师给点建议 你就说你没打呗 那怎么办 你为什么要给她 对吗 你又不在国内生活 难道你不打 她村里还不给你父母什么东西吗 是吧 鸣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